手座旋轉建築桃珠影園 獨特外觀設計 當年一曝光就引發討論 外傳每戶上看18億天價 但近日臉書卻流傳 留言就能抽到免費房屋 不會 怎麼說 我不想住豪宅 只是單純不想住豪宅 沒有 真是看起來很瞎 可能會評估看看 會去看他的準確性吧 因為現在還是很多詐騙 打開活動頁面 大多人都是半信半疑 畢竟豪宅單價如此高昂 直接拿出來送 根本天方夜談 中華工程發出聲明澄清 活動訊息以及臉書專頁 通通都是gay 而被冒名的還不止這一件 新一房屋 遠雄建設 也出現類似抽獎活動 因為一時之間 有很多的民眾跟網友 打電話來公司做詢問 我們在第一時間做了澄清 公司並沒有舉辦 類似這樣的一個活動 廠商第一時間都以檢舉 呼籲民眾不要上當 就怕有人各自被盜取 3C達人解析 像這種要求按讚留言的假粉絲頁 其實別有用心 因為粉絲會有一些 概名跟合併的機制 它可以用這樣方式去養粉絲之後 之後再併造別的粉絲 也做操作 等於是要用一個比較便宜 或說說出來是用配的方式 騙名單去取得比較多的 希望付加入它的粉絲這樣子 警方提醒向這種假粉絲頁 目前沒有明確法條規範 除非真的有人受騙損失報案 才能往下查 重要的是網路上千萬不要隨意 公開個人資訊以免因小失打 記得李英偉、李孟昌、黃旋瑤 台北報導